叶江川捧着的国校奥塞兰队奖杯已有超过90年的历史,新京报记者吴江射从中国齐悦三楼办公室到一楼食堂,不到百米的距离,叶江川碰到了好几位熟人,无一例外,他们见到老叶,首先送上的是祝贺,叶主任,你们这次表现真牛啊。 三个冠军,实在太厉害了,这时候,叶江川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,说一些谦虚的话,10月9日上午,刚刚从格鲁吉亚飞回北京,叶江川来到中国齐悦的办公室,时差还没有完全倒回来,他看上去有些疲惫,作为中国国校队总教练,在格鲁吉亚奥塞,率队拿到三个冠军奖杯后,他本可以在家休息, 但还是来了办公室,顺便处理点事,出征格鲁吉亚奥塞之前,叶江川队国校队制定的目标是男队冠军,女队前三。 最后的成绩单是,男队冠军,女队冠军,总成绩冠军,队伍超水平发挥,超额完成了任务,男女队同时拿到冠军,上一次做到这一壮举的是苏联,要知道,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。 国下女队有光荣传统,男队的爆发则是近几年的事情,从2014年开始,在五届世界大赛中,男队拿到四个冠军,丁令人,余杨一,唯一这些90后起手的举起, 让男队在团体比赛中,具备了足够的竞争力,叶江川说,男队最近几年的爆发不是一朝一夕之功,而是几代国向人的共同努力。 回顾三号种子莫伦,惊险夺管叶江川的办公室在中国起院三楼,隔壁就是起手训练室,训练室进门左手边,有一台玻璃橱窗,展示着大大小小的奖杯,从格鲁吉亚赢回来的三座奖杯。 团没来得及放进去,奥赛冠军奖杯属于轮流指,哪队赢了就交给哪队保管,直到下一个冠军的诞生。 南队这个冠军奖杯已经有超过90年的历史,两颗略微松动的螺丝,像是仍展示着其年轮,每一届奥赛的冠军队伍都会在底座刻上名字,2018年的冠军队伍中国队的名字并没有刻上去,不是国际其变望了, 而是因为奖杯底座已经没有地方刻字,在叶江川看来,虽然这一次中国队拿到了男、女,以及总成绩三个冠军奖杯,但是过程还是非常艰难,他用了惊血这个词来形容,尤其是南队。 第二次夺冠比2014年,第一次夺冠要困难得多,比赛开始前,南队是三好种子,美国队和俄罗斯队更被看好,刚开始队伍的发挥还算顺风顺水, 可是由于中途意外输给了捷克队,让全队受到了打击,夺冠希望一下变得渺茫起来,那个时候,看起来留给我们的机会不多了。 叶江川说,但是,全队还是挺住了,最后一轮别凭美国队,凭借小分优势拿到冠军,叶江川不否认这次南队夺冠有运气成分,但他也表示,运气是留给有实力和有准备的人。 女队在没有侯亦凡和谭忠仪的情况下,老将新人经常传结,完成了夺冠,南队则是在丁丽人、余扬依和威仪三驾马车的带领下,稳扎稳打,不及不早站上了最高点。 男队这几年成绩这么好,除了坚韧不拔,永不放弃的精神,也与几代国向人,的共同努力奔不开。 叶江川说,关键临赛特殊大致锻炼起手早在1986年,中国队就实行长期集市,叶江川是第一批队员,那个时候,起手很少有机会参加国际比赛,经费也不够,没办法,只能把最优秀的起手和教练集中在一起。 以此提高,为了寻求国向的突破口,来起手帮助女骑手,叶江川包谢军,随着谢军夺冠,国向的氛围逐渐好了起来。 在叶江川看来,男骑手水平跨越势的提高,于2005年,创办的国向甲级联赛逆不可分,联赛的赛制更有益于年轻骑手的成长,为了让年轻骑手有机会跟高水平骑手过招, 联赛打乱了台次,谁也不知道对手是谁,有的对可能把最强的排在第三台,把最弱的排在第一台。 这样一来,年轻骑手就有机会碰上科技大师,虽然刚开始年轻骑手不堪一击,可这击月来,他们得到了足够的锻炼和经验,水平子安水长船高。 不仅如此,联赛队外援还做了特别的限制,比如两只都有外援的队相遇,那么外援不能与外援下,外援的对手只能是中国骑手。 这同样是对中国骑手的促进和帮助,叶江川拿中国的信义几位骑手举例,与杨一、侯一凡、伟计,包括丁律人。 他们在联赛中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,在叶江川看来,这是联赛的锻炼,才让更多的年轻人早早就能独当一面。 他们的实力得到提高,心理素质得到锻炼,关键时刻可以临危不乱。 本次奥赛,中国队与乌克兰队的那场比赛,叶江川看着唯一的棋,本来觉得是必死的棋了。 可在长时间的持久战之后,唯一一生生把局面给搬了回来,让对手没有太好的机会取胜只能言和。 这盘棋死回生的棋,帮助中国队逼平对手,拿到了关键的分数。 策略大师请进来去才走出去连赛锻炼了年轻棋手的水平,让他们成长迅速。 但是,叶江川觉得这还不够,于是,他又制定了请进来,走出去的策略帮助棋手。 所谓请进来,就是举办各种大型比赛,让世界顶级棋手、客级大师来中国和中国棋手过招。 在叶江川看来,这些比赛的举办,对中国棋手增长见识,开阔眼界有很大帮助。 说起邀请客级大师的各种大型比赛,叶江川如数家珍。 在南京的三届顶级大赛,世界排名前六个高手都过来了,十一届中俄队抗赛,对中国男棋手的帮助,也由目共赌。 太原大师赛,在我的家乡,连续举办了四届,像赌祥俊,倪华这些棋手,都在比赛中成长了很多。 另外,还有我们的单中争霸战,深圳独特被大师赛等等,都给棋手创造了锻炼的机会。 为了培养中点棋手,不像鞋,会还为丁丽人,于扬一,唯一这些棋手打造一对一的对抗赛机会,每年都会为他们请一位高水平特级大师。 这种一对一的对抗赛,既是检验实力和水平的机会,也是学习的机会。 丁丽人已经下了四次这样的比赛,也将传说,这些紧接来的外国棋手,可都是响当当的角色。 比如以色列特级大师格尔伐德,保加利亚世界冠军托塔洛夫,荷兰特级大师吉里,俄罗斯特级大师格里斯丘克等人。 至于走出去,就是把年轻棋手放到欧洲去锻炼,以前我们是闭门走车,当时那个条件下,这是没办法的事。 虽然水平也有提高,但还不够,所以有条件了就把他们放出去,久而久之,在欧洲的锻炼,让他们搭兵作战的能力显著提升。 叶江川说,从奥赛回来后,只休息了一天,丁丽人和余阳一,就将奔赴希拉,代表马其队一家俱乐部,参加欧洲俱乐部杯比赛,才写新京报记者肖万里。 一部分。 一部分。 一部分。